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在巴西肆虐 那不管是累计确诊病例还是死亡病例 巴西都只是仅次于美国 现在高居世界第二 假設昨天巴西一共累计超过366万宗的确诊病例 甚至连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大儿子也坦诚 他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现在正在隔离 那这也是自巴西疫情爆发以来 博尔索纳罗家族传出的第四位确诊患者 不过相比起总统家族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下阶层家庭的冲击力显然更大 根据巴西智库的一项调查指出 由于疫情引发了巴西经济萧条 冲击就业市场 可能会导致1500万巴西人 在今年底下滑到最贫穷的社会阶级 而从5月份到7月份之间 巴西失业率就成长了20.9% 高达1220万人失业 其实疫情为巴西所带来的严重影响 也不必等到年底才看得到 从疫情最严重的圣保罗州 那几个贫民窟居民的生活状态 也同样能够切身感受到 拥挤的房屋 零零散散在玩闹的小孩 还有狭窄的街道 这些就是美国一名传染病专家 在走访巴西第二大贫民窟 趴来索布里斯贫民窟的时候 所看到的一番景象 那为了更了解当地民众的生活 这名传染病专家除了派发口罩给居民 也坐下来耐心聆听居民 在疫情发生后的处境 至于另一个同样饱受疫情影响的 贫民窟居民 则是迎来一群年轻的音乐家 在街头为他们演奏 这些音乐家希望能够通过琴声 还有优扬的弦乐 给居民沉重的心情带来一丝危机 疫情对人们生活所带来的伤害和冲击 注定是无法逆转的 但哪怕是再微小的一点善意举动 也能像是流淌在巷弄里的音乐 为人们奏响希望